艾奎诺夫人宣誓就职的地方 台商也希望这个菲律宾的民主胜地 能够带给蔡英文2012的好运 蔡英文17号出访菲律宾 宣布东南亚台商小英后援会热闹成军 近300名跨国台商超定场地 就在马尼拉的菲律宾人俱乐部 这地点可不是随意选的 1986年菲律宾第一位 也是亚洲第一位女总统艾奎诺夫人 就选在这个地点宣誓就职 当年艾奎诺夫人发起人民力量 打败马可氏政权的气势 台商也想复制 助蔡英文一臂之力 成为台湾首位女总统 只是艾奎诺家族除了母子党总统 政治家族掌控国家利益 有包也有扁 而先了菲律宾总统 也是艾奎诺夫人独子艾奎诺三世 才因为台先前路事件 脱口说出一个中国原则 台非关系一度降冰点 民进党准备怎么面对 民进党撇清不会和菲律宾官方碰面 就怕蔡英文出访 扯到敏感的台非关系 蔡英文这回带着媒体团访问菲律宾 参加国际自由联盟大会 随行还有立委团 朱菲代表李川通将亲自接机送机 外交单位小心细节 可不希望之前驻德国代表 对蔡英文出访争议事件重演 成为焦点 TVB也新闻 李国正林秉仪台北报道